感谢您锁定八频道陈光第一线 每到了年底 靠近圣诞佳节的时候呢 总会看到林林总总的佳节蛋糕 让人垂涎三尺 那么今天的玩物壮志单元 我们请来一位热爱烘焙的22岁女生 宋亮轩 让她给我们示范制作这个彩虹蛋糕 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像是很难做 但是呢亮轩告诉我们 这是她出厂烘焙时候的 厨女座开启了她对烘焙的兴趣 我喜欢颜色多的东西 大约两年前刚好是Rumble Cake 蛮红的时候蛮多人开始制作的时候 那我就看到了一些网站 那我就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开始学上网 看怎么做Rumble Cake 然后呢就是我的第一个蛋糕 将满满的爱心 搬入亲手制作的蛋糕里 然后与身边的亲朋企友分享品尝 烘焙这个爱好 让亮轩深深着迷 除了不断在网上搜寻新食谱尝试之外 她不时也会上烘焙课 提升自己的技术 亮轩说 会喜欢烘焙 可能同家庭背景有关 我是来自娘惹家庭 婆婆那一带 过年过节还是会做 比如说黄帝塔这些 我只是在旁边偷吃 那个是一开始 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会启发我 会想 这些东西也是做得出的 因为从小就学美术 亮轩也将自己的艺术才华 应用在烘焙中 像这个蝙蝠侠造型的蛋糕 部分点缀是亮轩利用彩色泡沫塑料板 绘制出来的 亮轩说 虽然热爱画画 但更享受烘焙的过程 烘焙的时候会让我觉得 不需要想很多东西 时间就这样放在一边了 比起画画 因为我以前是画画的 从构思这些 大概都要两三个礼拜 可是一个蛋糕 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就能烘出来 那个满足感 却比画一幅画更多 因为画一幅画 只是看一眼就说再见 但如果吃蛋糕 每个人还可以填饱肚子 还可以分享吗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彩虹蛋糕 它最近很受欢迎 因为蛋糕里面有很多颜色 准备方式也很简单 大家可以在来临的圣诞节 做来分享 首先我们先把250克的牛油 倒进这个机器 搅拌两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就要加糖 再继续打三分钟左右 下一步骤我们要把香草精 倒进去蛋 这是一茶匙 直到一半 放进去这里 软到最继续的搅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倒这个面粉 也是一半 就是鸡蛋一半 面粉一半 然后再鸡蛋 然后再面粉 我们需要打大约五分钟左右 搅拌五分钟好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 把它分成六碗 把食用色素放在我们的面乳里面 我们需要放大约两到三滴 放进烘炉里头 170度 17分钟 蛋糕烘好了之后呢 让它量大约15分钟左右 首先呢 我们要把250克的牛油 放进机器里 让它搅拌大约五分钟左右 搅拌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这个糖粉 加入一半先 然后待会儿再加另外一半 当它混合之后呢 我们就加入这个cream cheese 我们需要搅拌大约十分钟 拿少许的cream cheese出来 把它调成红和绿色 如果您想再重温蛋糕的制作方法 可以登陆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点击视频观看 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掌握国内外最新的新闻资讯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就播放到这里 我是蒋焕 祝您拥有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